台东长宾乡民石祥玉日前野放一只抱软大白虚龙虾 他表示说这次野放的龙虾不仅身体体型达到极限的40公分 更难得的是抱软而且保有60公分长的完整处虚 是一只罕见完美记录的龙虾 被捕捕的时候状况不是很好 经过几天照顾逐渐恢复健康 因此决定把它进行野放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身长将近40公分的大龙虾 被民众放到沙滩上进行野放 希望它能够重为海中 让生态能够变得更好 台东长宾乡民石祥玉日前野放了一只抱软的大白虚龙虾 经过测量该龙虾的身体长40公分 处虚60公分总长为100公分 而且在被捕获时身上还抱有软 而石祥玉也表示 通常渔民在捕获龙虾时 触虚都很容易折断 但这只白虚龙虾的触虚是完整的 也是睽違7年后再度出现这么大只的龙虾 而该龙虾被捕获时 因为状态不佳无法野放 在经过细心照料后 才在日前进行野放工作 而水士所也指出 野放的白虚龙虾 中文学名为杂色龙虾 是热带常见的品种 体表呈现蓝色和绿色 最大的体长为40公分 而池祥玉也结合了长冰箱民投入生态富裕 渔民如果捕获罕见的大龙虾 或是暴乱的龙虾 都会遭游他野放 而近几年来也已经野放超过400只 记得陈吉林长冰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阱同出来